咱们三个人说一说三亚 三亚 徐老师去过吗 好多年前去 我去那时候没开发 所以等于没去过 闻到呢 去过 但是我去主要是为了工作 也没怎么去玩 我觉得我对三亚 我也挺喜欢三亚 但是我不认识三亚 为什么 后来我总结 我就没离开过酒店 三亚和其他的旅游城市 它不太一样 其他的旅游城市是 慢慢一块发展起来的 这个酒店里头和酒店外头 你比如世界上一些 不明的海岸海滩 你会感觉它周边的地方 和它这个五星级酒店 是一起这么慢慢成长起来的 三亚呢 就是在这个酒店里 酒店是高级的 对吗 然后呢 你但我也没有出去 他们说出去完全不一样 对 是吧 所以有些人民疾苦 咱们没有机会了解 说三亚宰客的问题 一开头 三亚说 今年三亚非常好 没有一个投诉电话 说宰客 这就我发现 以后政府不能这么叫板 你这么一叫板 哗啦哗啦都来了 说我们几个人吃了顿饭 九千多块钱 晒发票 哗哗哗 全晒出来 最近闹得一塌糊涂 你们没听说吗 听说 其实三亚宰客 这是历史现象了 已经是 好像十多年来都这样 是吗 对 就打从三亚发展成旅游城市开始 它那个海鲜摊 那个市镇上面 针对游客的那些买卖 从来就是以宰客闻名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所以你一般去那边 任何一个酒店里面的人 比如说你跟酒店人说 我们不想光在酒店里 有待 就想到外头逛逛 该去哪好 很多酒店 因为康斯亚学的人 就劝你说你别出去 说你要去 你去别家酒店 也别到市场 都会这么很负责任的劝告 民生这么不好 民生非常不好 然后就说宰客之风 已经延伸到厦门了 厦门 对 那边乡又有人出事发票 说厦门也是吃一顿饭 收我们这么多钱 就你知道吗 我发现网 就是煽风点火 你知道吗 一个风潮一起来 他慌慌慌 但是这次的三亚 后来又出了一个什么事 说什么呢 你看有个明星 马依丽还上过咱们节目 文章他老婆 是他老婆 文章他老婆 就是说 西红柿鸡蛋和墨鱼结账800 海南宰客已多年 房费8800一夜 早餐300元 这么厉害 8800一夜 早餐300块 加20%的服务费 出租起步价400 打错了吧 40吧 可能 这有点猛 说农猪山泉 6.5一瓶 6.5元一瓶 一人一天 均花 1万块 比去欧美 都贵 有一个网友说 去年我带儿子 游香港 这是投诉香港的 你看 游香港 儿子喝碗豆腐脑 6港元 完了 店主给我儿子 压岁钱 20港元 大家都在说 赚了14块 你看海南旅游宰客门 不断后续 辽宁安山的市民 出事晒抽发票 说皮蛋粥套餐99 一杯牛奶110 一顿没有山珍海味的早餐 花了280 坑爹 以后再也不敢来三亚了 当然三亚现在全力 现在在清污 就是说我们处理了 我们要惩罚他们 然后我们没有你们 说的那么可怕 等等 可是这个我是一直都觉得 有点怪的 三亚这个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 东南亚有很多这种 有名的海滩圣地 海滩旅游圣地 对 普吉岛 苏美岛 对不对 巴黎岛 然后一大堆 越南现在也有好几个 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地方 它都有个特色 就是就像您讲的 它有那种高级的酒店 度假海滩酒店 但是也有很多 比如说像巴黎岛 就很有特色 很多这些小村庄 然后里面有很多旅游的配套的设施服务 这些地方一般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他人都还不错 当然你知道游客去了 他肯定得在你身上刮点什么 但起码你被刮得很心甘情愿 因为你觉得那些人 民风很好 像泰国印尼这几个地方 民风很好 感觉很淳朴 然后很有风情 各种服务什么也都很到位 好 但在我看来三亚最怪 就是三亚那个城市 那个环境 跟每家酒店的距离差太远 就它完全是搭不上 就你说那些宰客的地方 你如果宰我这么多 你服务好得不像话 我看我给钱给的开心 那也还罢了 他还不信 你就明明的感觉到自己 是来受苦受难的 那个感觉 但我这里有个疑问 他那个宰客 他们是事先没问价钱就吃吗 照理说你应该 就是说被宰的这一方 你应该事先知道价钱 可是你说喝杯牛奶 这个东西你一般都不会太问价 就叫杯牛奶 买单发现一百一 对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徐老师 你这个很刁钻 你问出了有些人的总结 有一位广东网友说 就说有关三亚的宰客事件 不少企业人士均职 公款消费的繁荣 是三亚最大的核心 和最深的病根 由于公款被宰 一般不会投诉 所以推高了宰客风 你知道吗 有的人有的一般人去吃饭 你不管多少钱 有发票吗 有发票 甚至发票给你开高 只要给我开发票 哪多少钱无所谓 对 没错 而且就算开高了 你也不会投诉 你的现在干部出国是受限制的 对吗 怕你当裸官 不是怕你外逃或者什么的 但是相比之下 最像外国海滩的 就三亚 中国的夏威夷 诀窍在这个底 所以我会觉得三亚奇怪 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 一进去就被酒店包围 逐不出户 其实马尔代夫也是这样 马尔代夫是每个岛就是个酒店 马尔代夫政变了好像 是吧 政变了 对 好像我这几天听到的消息 是吧 马尔代夫 你看比如说每个岛就是个酒店 你进去之后也是逐步出户 好 那我后来我还真的认真算一下 有一年 比如说我也在想过 要不要跟家里人去三亚 我算一算 我去三亚 跟我去马尔代夫差不多 那我干嘛要去三亚呢 你说 对于没有公款支持的人 就算了吧 这真的是 尤其是春节 太国 他们说还贵 比马尔代夫都贵 很贵 做官的他是这样 他出国会受限制 他在国内再贵都没关系 没错 不是 还有一个 你也不能冤枉人家做官的 花公费 这个三亚 他有一种什么情况 这也分析到中国现在的一种 一种人情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最高的一个老板 前一阵是花了三百万 干什么呢 他要亲朋好友 一起组织上三亚 大家过个春节 你明白吗 那这个亲朋好友里 就什么人都有 有七的姑八大姨 但是也有他做生意上 经常来往的干部 官员 你知道吗 人家官员没有花公家钱 是私企的老板 请的 请的呀 给买的单 那你说这个 人家没花你们人民的钱 我注意到有个新闻 就是说讲哪个地方 我忘了 是广州还是广东 还是深圳 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裸官啊 就不能担任政治 对 你听过没有 就是说你的老婆 孩子要是在国外的话 你在这里做官 就做不高 是有这个规定 这个我觉得 也许他有实际上的考虑 因为可能有很多贪官 是先家里人跑出去 然后才做 但是从逻切上讲啊 我觉得 他不信任 就是说对人的 包括对我们 我党干部的不信任 就是你不能假定 他的家里人是 在别的国家 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 就假定他 因为我的感慨是哪里来的 我刚看了那个昂山素姬啊 那个电影 那昂山的老公 昂山素姬的老公是英国人的 可是缅甸人民这么爱戴他 那么信任他 他们要照中国的逻辑来说 那昂山素姬不是 但是他是一个很大的民主力量的一个领袖 本来是要掌权的 这我很了解 徐老师的亲戚是裸官嘛 箱箱三人行广告之后见